那接下来再考大家一题常识题 他说这个回音必须要跟原来的声音间隔0.1秒 人的耳朵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分辨 如果你小于0.1秒的话 那这个已经小于人类的反应时间 我们的反应没有那么快 你动得太快了 其实我们怎么样我们判断不出来 所以这必须要差0.1秒钟左右 假设一个听者站在一个光滑的墙壁前面 向墙壁大叫一声 希望能够听到自己的回音 则至少需要站立墙面呢 这个几公尺 那我想各位在国中的时候呢 也常做这个问题 答案可能背起来了 17公尺 好怎么算呢 你要听到自己的回音 间隔要0.1秒 表示声音去回来 要差0.1秒 那0.1秒走多少距离呢 声速300是0.1秒走34公尺 那答案34吗 不是 因为你是来回34 来回34那表示单烫多少 单烫17公尺 所以要把刚刚的340乘以0.1 还要再除以2 17公尺 老师这题目很简单啊 那你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 我讲这个题目的目的 是因为民国92年呢 这个学测呢 考了一个类似跟这个东西呢 这有点类似的问题 他说在浴室里面唱歌 为什么听起来特别的这个洪亮大声呢 那有些老师会这样解释 他说因为回音 那我想这个概念上呢 我们是能够理解 他其实要讲说在一个密闭的浴室里面 为什么你唱歌的时候听起来会洪亮大声 其实是等一下我们要讲到的助波的概念 因为你撞到这个墙壁反射 撞到这个墙壁反射 哇 这能量呢 他暂时出不去 来回反射 形成怎么样 形成助波 但是你要说 在浴室里面 你唱歌听起来特别洪亮大声 是因为回音 各位 你知道问题出来哪里吗 其实我知道你要表达的是波的反射 声音的反射这个概念 但是回音基本上是专有名词 你要听到回音 要17公尺不是吗 各位 你家的浴室有17公尺宽 你知道17公尺有多高吗 17公尺是 大概有差不多 这个五六层楼 各位17公尺 如果一层楼有三公尺的话 那就是五六层楼 各位你家的浴室有五六层楼那么宽吗 长宽高五六公尺 哇 那你家的浴室大概像礼堂一样大吧 所以你要讲回音 我想这个概念好像不是非常非常的 如果你要讲说浴室里面唱歌 这个听起来洪亮大声 那是因为回音的话 我想这个是不太恰当 那个应该是所谓波的反射 所以你要记住的是回音 是一个重要名词 回音是一个重要名词 你在这个三谷中这样子喊叫 听到那个反射 哦 那是回音没有问题 那我刚讲没有错 像礼堂呢 比较大 你讲的话会听到声音 那是因为回音 但是浴室如果你要听到回音 我想这个就比较牵强 所以这个重要名词的部分呢 这基础概念还是得要有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声波的一个应用问题 那这个题目呢 其实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这个题目呢 可以怎么样 可以改变成其他种形式 那在大好中心的参考试卷呢 也有考过类似的问题 那在参考书里面 其实有大量类似的问题 那我们先用它最简单的一个版本 他说有一个人在长铁管一端 敲击声音 另外一个人在长铁管的另外一端 间隔0.5秒听到两次声音 为什么我敲一次 你会听到两次声音呢 因为第一次你听到的 是经由铁管传递的声波 我们讲固体传播的速率比较快 你第二次听到的是因为空气呢 因为声音传递的这个速率 因为声音走的比较怎么样 比较慢 他问你说铁管的长度 约为多少 声波在铁管中的速率呢 5100 在空气中的声速呢 大概多少 大概340 那怎么算呢 各位其实这个题目呢 蛮单纯的 你现在听到呢 两次声音 那时间间隔是0.5秒 那其实就是用 比较长的时间 扣到比较短的时间 差0.5秒 好那现在呢 你经过这个铁管传递 这个时间多少呢 就距离除以速度 叫时间了 你经过空气传递的话 这个时间多少 各位距离除以速度 叫做时间了 可是铁管的速率比较大 空气的速率比较小 所以铁管的速率比较大 这个时间比较短 空气的速率比较慢 这个时间比较长 所以我是不是要用 比较长的这个时间 扣掉比较短的时间 这样子减出来才是0.5秒 当然如果你把这两项减颠倒的话 那这个答案就会差一个负号 你要用比较长的时间 去扣比较短的时间 这样减出来多少 减出来0.5秒 这样减出来 x呢是182公尺 所以这个题目 相对来讲 其实也不太难 其实也蛮单纯的 好但是我就是要提醒大家 题目变化其实非常的多 好那在这个大考中心的 参考试卷里面呢 在95年参考试卷里面呢 就考一个题目他说今天假设一个甲虫 在怎么样在沙上 他动一下 这个会引起这个重波跟这个横波 这个两种怎么样 两种传播 重波的速率比较快 横波的速率比较慢 来回就这样就差了怎么样 这个传到怎么样 传到这个听者呢 差了10这个毫秒 那问你说 这个距离到底多少 各位 这个甲虫 它触发两种不同的声波 那个人听到时间差了某一个固定的时间间隔 这跟这题目不是类似吗 各位 你现在敲铁管 一个是声波 一个是经由空气传递的 一个是经由怎么样 一个是铁传递的 这个速度不一样 所以有个时间差 这个甲虫碰到这个沙 产生重波横波传递出去 速率不一样 所以有个时间差 甚至有的考试直接考你说 地震 直接引发这个重波跟横波 重波速率大横波 速率比较慢 这个重波跟横波的时间差几秒钟 好 那问你说 距离到底有多少 各位 不管你是敲铁管 经由空气传播 经由铁传播 这个甲虫呢 产生重波横波 地震产生重波横波 这个时间差 它告诉你 算法不是都一样吗 距离出于速度时间 距离出于速度时间 两个时间的差 等于这个 那我们要算出怎么样 算出这个距离呢 到底有多少 所以题目变化很多 基本概念都一样 但是题目变化很多 所以这个你解物理 必须要很灵活 因为现在题目呢 出的也很灵活 所以你概念必须要很灵活 不要去死背题目 死背提醒这个死背公式 这样是没有办法 应付了这个未来的考试 所以这个题目呢 我想各位呢 等一下呢 你自己呢 仔细把这个 这个书呢 遮着一次 自己呢 再想一次 不同的部分呢 再回来看这个影片 彻底把它弄懂 好 这样才会有最好的学习效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